大家好 上次介绍的电影《阴森林》 是有关一群人离群所居的故事 这次要介绍的电影 也有一群人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他们是犹太教的哈希迪教派 犹太教基本上分成四个教派 有正统、保守、改革和重建教派 其中正统教派里头有所谓的极端正统教派 又称为哈雷迪教派 那这个教派又有分支 最有名的就叫做哈希迪教派 平常我们在电视电影会看到 男人穿着长到膝盖的黑色外套、黑色裤子 然后戴一顶黑色的帽子 两颊留病虚 女人只穿裙子 结婚后会把头发剪短或理光头 然后绑上头巾或戴假发 这个就是哈希迪教派 正统教派通常会有个大家庭 那哈希迪犹太人的家庭 平均会有八到十个孩子 这个与圣经上说要生养众多有关系 哈希迪犹太人很少跟外界互动 但是他们整个社区的互动非常的紧密 很多家庭都没有电视 他们也不看电影 他们只能去自己的商店购买 合于教派饮食规定的食物 这个规定包括像是说 什么动物不能吃 能吃的动物又该怎么敢杀 烹煮的时候又有什么规定等等 再来 像在美国的哈希迪犹太人 是不会让他们的孩子 去美国一般的公立学校读书 而是到他们的宗教学校 叫做Yashivas去学习 再来 这就可以理解说 他们只和他们自己同教派的人结婚 那还有一个 犹太教会堂是个非常重要的场所 就像基督教的教会啊 或者是天主教的教堂一样 是哈希迪犹太人很重要的 信仰、学习和社交的场所 是他们天天会频繁进出的地方 可以说除了家之外 会堂就是他们生活的中心 好 我们介绍了哈希迪教派 基本文化生活情况之后呢 就来聊一聊这次要介绍的电影 这部电影叫做 Felix and the Mirror 那台湾好像 我找了一找 没有中文版 不过中国已经有了 他们翻成 费利克斯和梅拉 那就是直接翻译过来 那这就是两位故事人物的名字 梅拉呢 是哈希迪犹太人 但是她非常不适应 所有哈希迪教派的习俗文化 比如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 她就不想再生孩子了 于是就成了社区惊天动地的事 或者说她很喜欢 所谓世俗的音乐 那所谓世俗的音乐 就是你和我平常听的音乐 可是对于哈希迪教派的 犹太人来说 这种音乐就是 会是一种不良的影响 会污染他们的心灵 啊灵魂这样子 所以梅拉只好把一张 她很喜欢的黑人灵魂乐的唱片 藏在床底下 当先生早上出门到犹太教会堂 去做祷告的时候 她就拿出来听 以我们台湾人的说法 简单来说 就是梅拉投错胎了这样子 她生长在一个 她完全不认同 不喜欢的宗教文化里头 可是能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不喜欢生活的环境或社会 可以就离开 找个喜欢的地方落脚 重新开始 对不对 可是 一个和世俗世界完全没有连结 然后没有谋生技能的 哈希迪教派的年轻女子 要怎么重新开始啊 不过呢 偶然的梅拉遇到了菲利克斯 和她相恋 发生婚外情 于是呢 菲利克斯就成了梅拉 逃离哈希迪世界的出口 然后帮助梅拉认识 她完全陌生的世俗世界 梅拉会有勇气 离开哈希迪的犹太人世界吗 这个呢 我不能告诉大家 不过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是一部很细腻 呈现三位主角的 感情 思想的电影 然后 您很可能会发现自己 在许多时候 会轻轻的叹息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可以帮助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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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